阿七 哈囉大家好,我是長安哥 今天的長安哥評語要來講 最近一兩個月還蠻紅的一部台劇 他演完了阿七叫做做工的人 做工的人也是網友推薦我做這個主題 那這一部片一樣會有劇透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的話 那今天你先去看 再來看我這一部片的醫療解析 那做工的人他的男主角阿七 他在工地工作嘛 那基本上在最後兩集的時候 他身體出現一些異狀 他在陽台修理東西的時候 失去失掉下來 後來就是一連串 總之就是他中風 然後半邊偏攤的一個故事 那我今天會利用這些片段跟大家講解裡面的一些 醫學的橋段跟解析 我們就先來看這個片段吧 這是就是男主角阿七啦 基本上他在屋頂上修東西 大家看到那個高度其實有點高的 那這時候可能突然頭痛頭暈 意識開始不清 然後他就昏倒就掉下去了 然後就被送到醫院 基本上以醫護人員的觀點 這高處通常我們抓可能一公尺以上 我們就覺得那個高度就已經有點危險了 今天你從一個比較高的地方摔下來 如果你摔到你的手 摔到你的腳 造成手骨折 腳骨折 這種我們都覺得相對還好 因為骨折 大大師高 終究會好 我們比較怕的就會從這種 一公尺以上的地方摔下來 如果又撞到頭的話 那可能會造成所謂的腦出血 那大家知道腦是一個非常精密 一個非常脆弱的一個器官這樣子 那裡面有很多腦細胞在運作 今天不管是怎麼樣 可能撞到頭 怎麼樣裡面腦出血的話 它會造成你的腦細胞壞死 或者是腦細胞就會受到的損傷 其實就是所謂的中風啦 中風的症狀可大可小 有些人可能就只是講話比較不清楚 手腳比較沒力 有些比較大片的中風 你可能會直接失去意識等等的 聽到有的人說 今天就是什麼大聲 不知道什麼東西人沒來 你們如果在那裡裏裏裏裏 真的有可能經過 我發現這麼強勁給車的 他先說 他是自發性腦出血 跟他也沒關係 好 那這邊講到一個重點 基本上我們是上帝視角 在看這部片 所以其實我們知道 就是阿琪他在屋頂上 就是他在那個陽台上 他其實是先失去意識 他才跌落到地面 我們知道這個前後的關係 但是呢 以一個醫護人員來講 他並不知道這個事情發生的 沒有經過啊 我怎麼知道他是 就是他是先昏倒 才掉下去 還是其實他是被推下去 還是怎麼樣 然後結果 撞到頭 才在地上昏迷的 對大家了解我一下 其實以醫護人員來講 他們送醫院 他們就要做出這個評斷 到底他是一開始就 昏絕才掉下去的 還是他是 撞到頭之後才昏絕的 那這邊他講 他說 醫生判斷其實他是一個 自發性腦出血 自發性腦出血 就代表這件事 並不是跌倒 或是意外造成的 他是他在那個屋頂上 在修東西的時候 就產生一個腦出血的狀況 導致他突然的昏迷 因此才摔下來 對那有些人就會有疑問了 那要怎麼判斷 譬如說今天我們都確認這個人 他是腦出血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判斷 他是自發性的 還是意外 撞到造成的腦出血 那其實腦出血 有蠻多的形式啦 這邊稍微跟大家提一下 這比較專業 但也對大家來講 比較沒有那麼重要 反正以一般來講 外生造成的腦出血 那種碰撞造成的腦出血 那種碰撞造成的腦出血 比較常見的是所謂的 硬腦膜上出血 或是硬腦膜下出血 可以放個例子給大家看 那如果是一個自發性腦出血 像他這個例子 可能是阿祺他本身有些 慢性病高血壓 產生的自發性腦出血 他的出血點可能就會 比較在腦部的內側 當然這只是相對 並不是那麼絕對 但是醫生會利用一個出血 他出血的位置 出血的肌轉 然後去稍微判斷說 他這個出血的原因 到底是怎麼樣 那今天這個劇中 醫生就判斷說 他應該是一個自發性腦出血 他其實是在修東西的時候 他腦子裡面就自己出血 導致他意識昏迷喪失 然後他才掉下來這樣子 所以跟意外無關啦 那我們先看一下 好 好在他有清醒 不然就要開刀了 那我先給大家看幾張圖 那基本上跟大家介紹一下中風啦 大家常聽到中風 中風什麼的 其實中風很簡單 中風的概念就是 我們腦細胞受到的損傷 那我們腦細胞受到損傷 我們就會有中風的表現 例如說大家常聽到的 你左腦如果受傷的話 你的右邊的肢體可能就沒有什麼力氣 你講話可能會不清楚 這些都是中風常有的表現 那一般來講中風就是分成兩種 左邊 Ischemic stroke 叫做缺血性的中風 缺血性的中風其實是比較常見的 右邊 Hemorrhagic stroke 是所謂的出血性中風 今天我們主角阿琪 他腦部發生自發性出血 他是屬於右手邊 所謂的出血性中風 那我們先講左邊好了 缺血性中風其實 大家也很好理解 因為我們大腦裡面也有很多血管 去供應腦細胞嘛 今天那個血管發生了酸塞 為什麼會酸塞 因為很多人有慢性病阿 什麼高血壓 什麼糖尿病 什麼高膽固醇血症阿 高血脂症 這些都會去影響你血管壁的健康 甚至會在你血管壁開始堆積一些污垢 產生所謂的就是酸塞的物質 這些酸塞物質如果好死不死 他真的就堵在大腦的某條血管 你看他被堵住前端他還是紅色的 被堵到的末端就全部變成黑色的 基本上那些地方就沒有血液再進去了 沒有血液再進去了 你大腦細胞得不到血液供應 當然就會壞死 就是所謂的缺血性中風 那今天我們這個例子 是右邊的粗血性中風 粗血性中風 一樣跟一些慢性病有關 它主要跟高血壓有關阿 就在你有心血管疾病之下 你腦部的血管會比較脆弱 今天你突然在做什麼東西 一時興奮還怎麼樣 這血壓突然飆高 你的血管可能就會被衝破 衝破之後就會到你腦部裡面 造成腦出血 那腦出血一樣阿 你的細胞浸在一堆血裡面 它其實也沒辦法得到充分的 那個氧氣養分的供應 那腦部出血的話 它又會對腦細胞造成壓力 也會對腦細胞造成傷害甚至壞事 一樣會有中風的現象 所以不管是左邊缺血性 或是右邊的出血性 其實都是中風啦 那只是一個是缺血 一個是出血這樣子 那第二張圖片就是 比較像我們今天劇中 這個阿奇發生的例子 它是這個所謂的高血壓造成的腦出血 比較常發生在那個肌底核的位置 就是大腦比較內側的地方 那一旦出血血管就會破裂 就會在那邊形成一個血塊啦 那給大家看一張電腦斷層的掃描圖啦 如果一個出血性中風 特別是這種高血壓性的出血性中風 切個電腦斷層 才會看到出血點 它就在腦部比較內側的位置 那白白那一塊就會所謂的出血塊的位置 那這個血塊其實可大可小 一般來講啦 如果掃掃的可能5CC 10CC之類的 它沒有再繼續出血的話 那大部分就是觀察就好 但如果病人的意識一直沒有醒過來 然後我們去追蹤發現 這個出血量越來越大 或是一開始掃就發現出血量超多 已經超過40-50CC了 那大家知道其實你大腦有個頭骨 把它蓋住 它裡面是個密閉的空間 如果裡面不斷的出血的話 它會造成你整個腦壓上升 它一直出血的話 你腦壓越來越高 你整個大腦的細胞的灌流都會被影響到 所以就會造成很嚴重腦細胞的損傷 所以出血量大於一定程度 外科醫師就會介入去開刀 把你的血塊清出來 所以它這邊的意思就是說 還好它有醒過來 而且出血量可能相對來講 又沒有那麼大 不然就要開刀了 意思就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先繼續看下面的片段 好 這邊我也來吐槽一下 大家不用太擔心 這在發生在台灣 台灣有什麼 基本上幾乎常見就是非常可靠 就需要的醫療處置 健保都幫你包辦了 你說什麼會要 這錢給你 請醫生用最好的藥 我跟你講 最近不在講什麼醫財上限嗎 那前陣子不是有在講這個砍藥價 好的藥都退出台灣這些新聞 不知道有沒有follow 以後的台灣 你有再多錢你都買不到好的藥 好的醫財 對阿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很多人希望我講醫財 我這一集順便講一下 大家知道醫財的故事是什麼嗎 醫財的故事就是健保局給你自費的東西 他還要硬要給你訂一個價 說你不能收超過多少的價錢 聽起來有點難理解 就以車子來講就好了啦 大家知道一台車 如果你買TOYOTA 可能40萬60萬買得到 如果你要買Benz之類的 可能要一兩百萬以上 假設這個車寶局好了 他今天就跳出來就說 車子都是一樣的功能 都是四輪的東西阿 都是載人就是跑來跑去阿 車子明明都有一樣的功能 為什麼有些車子40萬 有些車子要兩三百萬 那兩三百萬這個太不合理了 我們今天制定一個車價上限 每一台車最高只能賣60萬 然後車寶局就發了一個新聞 搞說我們幫就是全台灣的民眾省錢 不管怎麼樣買車 你最高就只會買到60萬的車而已 你不會買到超過60萬的車喔 這會發生什麼事情 Benz退出台灣市場 BMW退出台灣市場 然後TOYOTA 就是每一台都賣60萬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阿 今天他們在炒自費衣材上限 就在炒這件事情 衣材本來品質就有好有壞 比如說一個人工光節好了 有些可能5萬 有些可能20萬 我隨便舉例 我跟人工光節不熟 但他們本來就有品質的好壞 今天健保局都跳出來說 你這個人工光節不管怎麼樣 最高就是10萬 那好的人工光節怎麼樣 退出台灣市場 跟你講你以後再有錢 都買不到好的衣材 買不到好的藥物 這就是健保局這幾年在做的事情 當然他們有他們的考量啦 就為民眾好啊 或是怎麼樣 我是不那麼接受啦 依我們醫師的觀點 最近已經好幾年 越來越多好的原廠藥 退出台灣 其實就是健保給夫的藥價太低 然後都已經有錢去之見了 然後現在又要搞一個醫材的部分 那大部分醫師是反對這樣做法的 對 反正跟大家聊一下這個議題 總之在台灣因為有健保 健保是很棒棒的 所以大家不需要花什麼大錢 說什麼請醫生用最好的藥 這個機會比較低啊 以後有錢也買不到好的藥物 或好的藥材了 好 我們今天繼續看下去 好啊這邊給大家提示一個細節 我覺得他這邊演的蠻好 因為我覺得他整個想呈現的 就是這個阿欽他出血性中風之後 他整個右邊是癱瘓的 所以你看到他這邊細微的臉部表情 他只有左邊有一些臉部表情上的變化 他利用這個光影的效果去呈現 這樣子一個中風的表現 你看只有左臉 他右臉他的意思是右臉其實是動不了的 然後手也是啊 就是左手是有力的 他右手已經不太能動了 好 基本上片段先到這邊啦 所以阿欽他中風的地方 基本上就是位於他的 因為他是左手可以動 然後左臉可以動 右邊不行 那大家知道我們大腦是管你的對策的 所以他中風的區塊大概就是他左邊大腦的某個部分 如果他又是個高血壓就是很 就有可能是我剛剛給大家看的 就是他會在左邊大腦的就是肌底和那個地方出血 就是最有可能發生這個出血的地方 他講話會有點大舌頭 這很容易理解 因為今天如果你右邊都不能動 你試著把你嘴角壓住 你嘴角是不能動 然後你要捲或 你要捲或你就會捲得不清楚 你就會變成這種大舌頭 所以阿欽他演的那個狀況基本上就是 因為他一邊臉不能動了 他這個沒辦法去很好的控制他的舌頭 然後沒辦法去很好的控制他的嘴角 他講話就會有那種就是所謂的咬字不清的那種狀況 對那 基本上這一集大概分析到這邊最後再提一點點 因為有些人就是問說 欸那最後就是不是這個劇有點像是悲劇啦 他注射那個安菲他命後來死亡了 對那這個到底會不會是真實的 其實是有可能的 因為大家知道 這個安菲他命他是毒品啊 千萬不要去碰毒品這類的東西 安菲他命他其實是一個非常強的一個 交感神經的興奮劑 使用安菲他命之後你會覺得很興奮 心跳變快 血壓變高 然後全身肌肉戰鬥等等 今天一次接受大劑量 那會怎麼樣 血壓變超高 心跳變超快 血壓變超高 然後他就有可能讓他原本就是已經停止流血 沒有再出血的腦的那一塊區域就再次爆血 有可能這樣子就帶走他的這條性命 那心跳變超快 最後也會造成所謂的心音性休克 然後有生命危險 那如果全身肌肉就用力啊 持續戰鬥也有可能造成所謂的橫紋肌溶解 所以其實過量使用 安菲達命的確是有致命的風險 的確是有可能這樣子啊 對我覺得這部片其實很寫實啦 那也有一些悲劇的成分在 那利用這個機會跟大家科普一些醫學上面的東西 好了那希望大家喜歡這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